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今天讲的故事要从1475年3月6号开始说起 因为就在这一天在佛罗伦萨又诞生了一位伟人 这位伟人那可是与达森奇齐名的一个人 这位伟人叫米开朗基罗 他比达森奇小23岁 这米开朗基罗他爹呀 那很厉害 大杂官除了上帝之外谁都不怕 米开朗基罗的妈妈呢 在米开朗基罗6岁的时候就死了 13岁的时候 米开朗基罗开始正式拜师学义 拜的谁呀 拜的是吉尔兰达约 吉尔兰达约这个人 我可跟您说 划过最后的晚餐这一个人 那想当初也是很有名气的 学了几年之后 又拜了另外一个人为师 这米开朗基罗的这个师父 没什么名气 叫贝托多 但是贝托多的师父 很有名 叫什么呢 叫多纳泰罗 我说到这儿 您明白了吧 多纳泰罗 有很多徒弟 其中一个没名的人徒弟 就叫贝托多 有名呢 叫贝托基奥 贝托多的徒弟是谁呀 达纷奇呀 贝托多的徒弟呢 米开朗基罗 话说到这儿 您就知道 原来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米开朗基罗 跟达纷奇 那一个是师弟 一个是师哥 过了些年 米开朗基罗又转到 圣马可修道院的 美帝奇学院 学雕塑 米开朗基罗想 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 就是雕塑 雕塑中 又分成两个艺术 雕刻和塑像 他认为 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 是雕刻 拜师学艺成功之后 1496年 米开朗基罗来到了罗马 创作了第一批代表作 九神巴库斯和哀悼基督 1501年 功成名就 的米开朗基罗 一金还乡 回到了佛罗伦萨 话讲到这儿 有人就 想说了 哎呦老师 不是讲达纷奇吗 怎么讲上米开朗基罗了 话说到这儿 您就应该明白 这同门师兄弟之间 那会有非常激烈的竞争 谁输谁赢 早在米兰再度为法国人 占领之前 米兰的郊区 已经是非常的不安宁了 此时在瓦卜利奥村 住不下去的达芬奇 为躲避战乱 移居威尼斯 滞留数月后 他在四年到达曼图亚 为当地的一位酷爱文艺 并广泛收罗艺术珍品的 伯爵夫人 伊莎贝拉 画了几幅肖像 其中有一张素描 迫向后来那幅 蒙娜丽莎的侧面像 1500年4月 达芬奇再度回到了 故乡佛罗伦萨 达芬奇想当年走的时候 被迫走的 这一回回来 达芬奇 还有名气 还有名气啊 所以当地的人都非常高兴 正好感受 佛罗伦萨 有一个圣安伦奇亚塔修道院 想画一幅画 达芬奇知道以后 跟人家 修道院院长说 我来给你们画 这幅画 这幅画 就是文明世界的另外一幅画 可不是蒙娜丽莎 是圣安娜 圣安娜 这个人 咱们前面提过 她是谁啊 她是耶稣的姥姥 是耶稣的妈妈 圣母玛利亚的妈妈 达芬奇的这幅 圣安娜呀 因为画中有四个人 有圣安娜 有圣母玛利亚 有耶稣 有小约翰 所以呢 人家也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圣安娜与圣母子 圣母玛利亚 在圣安娜 也就是她妈 在身上坐着 两个小孩在地上玩 两个大人 那种慈祥的目光 哎 简直是一幅人间圣经 这幅画画完了 整个佛罗伦萨惊动 达芬奇并没有陶醉在 故乡人民给她的圣赞之中 她趁机探访了 童年时代的居住地和诞生地 芬奇镇 见到了她的一些亲属和故旧 并在当年她玩耍过的山间和草地上 重温旧梦 但此时达芬奇已经打算离开佛罗伦萨去罗曼亚 在瓦伦丁公爵凯撒波尔查的宫中任职 凯撒波尔查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 与其情妇所生之子 他利用教皇的权势和法兰西国王的庇护 在意大利横行一时 当时教皇有一个教皇国 罗马周围都归他管 教皇国不大 几万平凡公里土地 这个时候这凯撒波尔查 就想干成一件事 把整个意大利都变成教皇国 有教皇的旨意 刀枪剑几斧也够差 军队训练起来 到处东征西沙南征北战 达芬奇觉得在他手下 自己能够得点乙 能够舒服点 你还别说 这凯撒波尔查呀 一看达芬奇逃奔自己来 非常高兴 马上开全军会 我告诉你们呀 我今儿给你们请了一高人 这人啥都懂 除我之外我告诉你 要什么给什么 要让总司令来 总司令你得毕恭毕恭的借 让你派多少人干什么 你就派 不用等我批 他就是我 我就是他 哎呦 这个时候 你说 咱话说回来 这个时候打分析多牛啊 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 秀雕宝建要塞 开运河 攻城 设计杀人武器 那忙得不亦乐乎啊 到处打仗啊 走遍了意大利的山山水水 当然 这个时候 人家达芬奇 也还是要惯常 看看这儿的 葡萄藤怎么缠上树呢 看看 看看罗马的那个四轮车怎么那么难看 你这车怎么强咕噜小 后咕噜大 这不对啊 看看人家这号角怎么吹的 可以说 在凯萨博尔查 手底下这段时光 是达芬奇最高兴的 但正当凯萨博尔查 巧取豪夺 扩大疆域 觉得很快就要统一 意大利的时候 他的父亲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 离开了人世 凯萨博尔查的命运 从此急转之下 原来的仇敌 联合起来向他进攻 他数年来艰苦征战 获得的江山 一个个被攻陷 1507年冬 凯萨博尔查 在一场混战中 死于刀剑之下 那么此时的达芬奇 却在凯萨的宫中赴贤 忙着设计新发明 忙着设计汽车 你想 既然是汽车 首先你考虑什么 动力问题 达芬奇想我拿什么当动力呢 弹簧 按两弹簧 在汽车中 弹簧不就有动力吗 这是动力问题 人力转动车的后轮 使各个齿轮相互摇合 弹簧一紧就有力量了 一会儿松一会儿紧 这车不就能往前走吗 传递到轮子这 可是怎么控制车速 达芬奇想 想控制车速容易 按一个圆盘 在这车上按一圆盘 圆盘之间割好多小木头块 你一走 咯噔噔噔噔 小木头块就控制车速了 不然那车飞了 木头块越多 车就越慢 怎么让那车停下来呀 式轮之间有一个木块 这一拉动 弹簧掉了 车停了 坐成这么一车 车挺好 但有个缺点 不能带人 只能自己走 只能一个人走 因为什么 就两根弹簧嘛 弹簧能有多大劲儿 后来他就把这个 把这弹簧的设计啊 用在了这个 钟表设计上 自己建造钟表 自己玩钟表 除了这些之外 你看有车 汽车 温度计 钟表 绞肉机 烤肉机 纺织机 起重机 挖掘机 达芬奇都建造过 他写的书上都有啊 达芬奇曾有过无数的发明设计 而这些发明设计 在当时如果发表 足足可以让我们的世界科学文明进程 提前一百年 达芬奇不仅是机器制造专家 还是伟大的天文学家 物理学家 化学家 机械学家 解剖学家 可是随着凯撒 波尔查的日趋衰败 此时生活在凯撒宫中的达芬奇 又该走向何方呢 哎 恰巧 1503年 这达芬奇啊 接到了在法国 支持下的 于1494年 取代美帝奇家族统治佛罗伦萨的 终身大执政 哎 跟达芬奇的爹叫一个名 也叫比埃罗 接到了这个比埃罗的聘请 哎 人家让他担任佛罗伦萨的军事工程师 因为达芬奇会制造工程战局啊 会制造杀人武器啊 所以人请他来 达芬奇想 哎 这回咱得回去 上次是小柱 没人请咱 咱自己主动去画了一幅画 结果怎么样 惊动了吧 这回不一样 有人请咱了 回去 光明正大 结果怎么样 到了那儿 人家就交给他一事 佛罗伦萨元老院 委托达芬奇 画一幅画 安加利之战 达芬奇开始设计安加利之战 就在这时候 密开朗基罗 完成了他那幅 精士之作 大卫 人家 出了轮仨 有了 那好吧 大卫 你在 这达芬奇画的这个画啊 这墙壁对面 安加利之战这画对面 给我画一幅 卡西纳之战 两人斗起来了 卡西纳之战 发生于1364年 是佛罗伦萨人 与比萨人的战争 结果是佛罗伦萨人 取得胜利 安加利之战 发生于1440年 是佛罗伦萨贵族 与伦巴底贵族之间 进行的战争 战争的结果 也是佛罗伦萨人 取得了胜利 那么此时两位艺术巨匠 在故乡对相同题材 展开壁画竞赛 为后人载入美术史册 成为千古佳话 两个人在斗智斗法呀 达芬奇怎么画呢 他一想 我是个和平主义者 我反对战争 那我要画画 我就画 最激烈 最残酷 最愚蠢的行为的那一段 争夺军旗 四个人 争一面旗 周围很多人 都奔这旗子来 在空中砍杀 非常残酷 这个人要凝那个人脑袋 那个人的眼中冒着怒火 他这画画完了 人家米开朗基罗也开始设计了 草图 先设计草图 大家同意在正式画 这米开朗基罗一想 我这么年轻 干嘛把战争写得这么残酷 我希望那是很多人加入到战争行列 画 我要画呀 我就不那么画 这不是有条河吗 佛罗伦萨 阿达河 这战争之前这还赶上 佛罗伦萨就是在阿达河里洗澡呢 洗澡当然是裸体了 大家洗澡听说敌人来了 赶紧有人跑上看穿衣服 有的人没来及穿 有的人穿了自己的衣服 没穿铠甲 有的人穿了铠甲 哎 米开朗基罗 决定以这个地儿作为突破口 画一个什么 画一个战争之前 刚要来临的时候 虽然说我们没有准备好 但是你想 这话就意味深长了 我们都没准备好 我们是 你们是偷袭者 我们怎么样 我们照样赢了 这一位 就跟达芬奇不一样 两幅草图都贴出来了 大家表决 这一表决 自然分成两派 谁画的好啊 有人说米开朗基罗画的好 有人说 达芬奇画的好 但是大家就觉得好 这好那好那 那人打架 那都没进 所以这时候有人就散出谣言 说米开朗基罗呀 是支持现政权的 达芬奇呢 是支持前政权的 美的齐加苏嘛 美的齐加苏嘛 前政权是独裁 现政权是民主 所以两拨人打起来了 终于有一天晚上 米开朗基罗的那个 米开朗基罗的那个 雕刻 大卫 被人拿石头给裁了 到底谁裁的呢 有人 就说达芬奇的 是不是 咱们也不得而知 不过话说到这儿 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问题 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之间的较量 这只是第一次 就在这次较量的同时 达芬奇可没放眼 达芬奇在画这画的同时 还画了那幅 千古独步的蒙娜丽莎 我们下次再见 在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 展开激烈竞争的同时 他为一位贵妇人所画的肖像 成为西方美术史上的不朽之作 这幅作品一直陪伴着达芬奇的后半生 可是这神秘的微笑中 究竟有没有暗藏玄机 这位美丽的贵妇人到底是谁 蒙娜丽莎弥安明日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